接下来我们就要集合刚刚所学的DMOZ这样的程序呢 来完成这样的程序 什么程序呢 就是京东图书的一个爬虫 京东图书的爬虫和我们之前写的苏林一格子图书的爬虫呢 要实现的内容一模一样 最后要爬到大份内 小份内 小份内UR地址 列表页 详情页 详情的价格 那么在列表页里面可能我们会知道什么 图书的出版社呀 发布日期呀 作者呀 价格的这些信息 对吧 对呢我们先去看一下这个UR地址 首先我们打开这个浅查 然后请留下这些UR地址 这个UR地址是它的分内的一个页面 图书分内的一个页面 看见吧 这里面这个黑色字体是不是它的大分类呀 下面这一拖是它小分类对不对 我们现在要抓的就是每个大分类下面 每个小分类下面的每本书 这个事情是不是和我们之前的苏林一格的这个程序一模一样的 那这个程序应该怎么写呢 首先是不是得新建一个项目 再建个爬虫 再只能它StylerUR地址 StylerUR地址把它作为StylerUR地址 还是不把它作为StylerUR地址 我们得判断什么呀 它对应的想法里面到底有没有想法数据对不对 那么下面呢我们先开始来建个项目 我们C出去先 StylerUR地址 StylerUR地址 Project 我们叫做Book 我们C到Book 然后StylerUR地址 金Spider 然后呢我们叫做GD 然后GD.com 这时候我们项目处理好了就在这样个位置 在这个地方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应该完善它的这个partum 对不对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呀 那首先就指定它StylerUR地址 那StylerUR地址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右键显示一下网页云网 我们看一下小说 这些内容在不在里面 对吧 我们可以搜一下 我们看一下图书全部分类 小说 小说呢它是在一个DT里面 看到吧 DT在这结束了对吧 是不是在这结束了 然后后面是DD DD下面是EM EM 大家看到这是EM 在这中国当代小说 下个EM呢又是中国近代小说 然后看一下URT的响应 Elements里面是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去看一下 好像也是这个样子 看到吗 一个DL下面是不是有很多 有这些DT呀 还有DD对不对 DT它的鼠标放到上面 这是不是大分内呀 DD是不是小分内呀 大分内这个地方 是不是在一个A标签里面 然后小分内这个地方 在一个EM标签里面 对不对 那所以现在我们应该 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些数据在Elements这个地方 和URT对的响应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参考这个Elements来写查Bus 对不对 是EM对吧 比如说这个A标签 是不是在DT里面呀 然后这个EM标签在DT里面 对不对 那么首先我们应该按着什么进行分组呀 大分内对不对 大分内在哪啊 是不是在这个DT里面呀 所以现在我们要取得这个DT 对不对 那么首先把STAR ULG 放过来 放来之后呢 这个地方ULG 对的响应在这儿 对不对 然后这里首先我们应该 建DT list 对吧 等于Response叫XPath 对不对 就是看一下 DT怎么取呢 它是不是在DIV 对于MC下面啊 MC下面有DL DL下面有DT 对不对 MC见过吗 这地方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DIV对吧 Add Class 等于它 下面的什么呢 它下面的DL 下面的DT 对不对 DL下面的DT 然后ForDT 因DT list 对吧 然后我们继续进一个 Item的一个字典 对不对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DT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DT是什么呀 是不是大分类呀 大分类列表 那在大分类列表变定的时候 建立一个Item 那说明什么呀 说明什么呀 该使用DevCopy了 对不对 后面 是不是这个意思呀 因为一个大分类 我们用那个Item 大分类下面所有的图书 都是一个Item 所以后面是不是要用DevCopy啊 那这个Item 我们往里添加内容 添加什么呢 首先比如说添加大分类的名字 我们叫它Pcut 等于DT 点XPath 看一下大分类在哪呢 是不是在这个DT下面的 有一个A标签呀 A标签的文本 是不是就是呀 就当地件下的A的Text 是不是就是呀 点ExtractFirst 是不是拿到了呀 我们现在还要获取什么呀 要获取小分类 小分类在哪呢 当前我们在DT下面 小分类是不是在DT下面 这是它的什么呀 匈利节点对不对 而且是到了下一个匈利节点 对吧 下一个匈利节点怎么获取呢 我们是不是没有讲呀 没讲了怎么办呀 是不是该查呀 就是XBus下一个匈利节点 来看一下下一个匈利节点在这儿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A在这儿 如果找到B该怎么写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FollowingSabling B B1就好了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写到了呀 所以说通过FollowingSabling 冒号冒号 就可以取到了 对不对 取到第一个 我们对呢 在这里我们来用一下 那首先呢 我们是刚刚的DT 对不对 点XPath 它的下一个匈利节点 就当地节点下的 是吧 FollowingSabling 冒号冒号 它下一个什么呀 是不是下一个DD呀 你写个DD 是不是取1就好了呀 第一个DD1对吧 是不是这样就取到了呀 下个匈利节点 取到之后来 我们要取到里面什么呀 它数据是不是都在EM标签里面呀 每个小分子是不是都是一个EM呀 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办呀 是不是可以根据EM进行分组呀 然后写个EM 就是EM意思的对吧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这个时候我们该记得进行循环 forEM一EM意思的 这里呢 这是什么呀 小分的列表 对不对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itm里添加内容 添加什么呢 添加这样一个 小分的URG 小分的名字 对不对 小分的URG 大家看到 是不完整的 对不对 在当前下面的A标签里面 对不对 那么就是S Curve 等于什么呢 EM.xbus 等于什么呢 当前节点下的EM下的A标签的 AM没有啊 就是A标签的 atherf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当前在EM这个地方 取到A标签的herf怎么去呀 是不是就当前节点下面A标签的herf呀 就这样来写就好了 这样extract first 那么还有什么呢 scut 小分的名字 对不对 EM.xbus 当前节点下的 A标签的文本 是不是取到了呀 第二 extract first 对不对 是不是也取到了呀 取到之后 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该购到 小分的请求了呀 scrap it 大家的rrequest 那么在请求之前 我们还干什么呀 得判断一下 小分的URG是从不存在 对不对 如果不存在 我们就不应该请求 if it is not not 不存在的时候呢 购到请求了 对不对 购到请求之前呢 我们得先把这个URG的 补充完整 对吧 URG的补充完整 怎么补充呀 是不是就是它 加上htps呀 那等于 是不是放上去 是不是就少一个htps呀 我们看一下 htps冒号对不对 是不是少它呀 那么把它加上去就完事了 当然了我们也可以使用之前的方式 rg之前的什么方式呢 之前的这样一个 URG的方法 是不是也可以的呀 加上它 加上它之后呢 是不是拼完了呀 拼完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来请求一下 然后给它一个cobot 等于self这 parse book list 对不对 然后我们是不是还要给它一个meta呀 这个字典 添加一个item 就是对的是个item 这样一个字典的值 对吧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定一个方法 叫parse book list 这个方法 对不对 对一个response 是不是这样子呀 这是 这是解析列表页 对不对 那列表页怎么解析呢 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首先呢 是这样一个 去随便点一个中国近代小说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们选择工具选择一下 首先也是一样的 那我们得判断出去 在响音里面存不存在 对不对 如果不存在的话呢 这个ur这个肯定就是错的 对吧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看一下 数据呢 好像就在这样一个 例标签里面 看见了吗 这不是这是个逆 这是个逆 这是个逆 对不对 例标签呢 在这个ur标签下面 ur呢 是在这样一个class里面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ur这根的响音里面 有没有这样的内容 首先呢 我们看到这是什么呢 这是个302 对不对 302重立项 重立项到哪了呢 重立项到哪个位置呢 location对的位置 对不对 但是我们非常清楚 我们scribe是能够帮助我们 解决重立项的 对不对 之前的请求 大家看见过 scribe是能够帮助我们 重立项的 对吧 那这个呢 相当于就是请的这个地址 我们搜一下 这里面呢 有没有摩响的内容 我们看到这里面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ur了 它是在这样一个 div added in pinlist里面 对不对 这地方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呀 div added in pinlist 对不对 然后下面的内容是什么呢 这样一个例标签 classman gl item 你们是不是有这些数据呀 比如说图片 名字 作者 出版社 是吧 这些数据是不是都有的呀 还有出版日期 对不对 价格好像没有对吧 价格在哪呢 我们选择一下这个价格 看一下 在这样一个g price里面 对不对 那么搜一下g price 它是不是在这个位置呀 里面是不是空的呀 看见了吗 说明价格算是 重新的发动请求的 对不对 并没有在这个位置 直接拿到价格 对吧 所以价格呢 我们等一下得看 它是怎么来的 对不对 但是当前这些数据呢 我们好像是已经拿到了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先来 先写这个xpass 把刚刚能汇到这数据呢 怎么汇到 是不是这个样子可以来 那首先也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对 逆标签进行分组 逆标签 它是在这个id 拼命子下面的 右耳下面的逆标签 对不对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分组一下 就是 首先获取一下这个itom 对于response 这样 xpass 就是当前杠杠DIV 然后呢 add id 对于pnest 对吧 它下面是什么呢 ul 下面的逆标签 是不是取到了呀 写错了 这是 inist 是它 首先要获取itom 对于response 点mata 它其中的itom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然后这个地方获取到 是这个逆标签 逆标签是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在DIV下面的 ul下面的逆标签 在这里面 然后从中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干什么呢 来辨订它了 对不对 forly in the list 那辨订它的时候呢 对其中的itom 我们放内容 比如说我们可以放什么呢 看一下 这个逆标签下面有个DIV 就只有一个DIV 对不对 DIV下面 比如说有这个p-image 里面是不是有img的呀 那么幼儿之顿 想里面有这样一个img吗 我们得确定一下 我们看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class p-img 里面是个img标签呀 是不是有的呀 只不过这个src不完整 对不对 需要把它htps 补充完整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获取图片可以怎么写呀 获取图片怎么写呀 等于什么呀 e.xbus e.xbus 这怎么写呀 当节内内下的DIV at 是不是杠杠呀 并不是杠了 对不对 at class等于什么呢 等于p-image 是不是它呀 它下面的杠杠img 是不是 那就是杠杠img 下面的 at src 对不对 是不是拿到了呀 然后之后 我们可以再取什么取下这个价格价格是没有的 对不对 还可以取什么呢 还可以取比如说图书的名字 对不对 图书的名字在这样一个 DIV class等于p-name下面的 em标签里面 那class等于p-name里面有没有呢 我们搜一下 是不是也是有的呀 再看一下 是不是它是在里面的 a标签下面的em标签里面了 所以也是可以直接拿到 对不对 那么item book name 等于什么呢 e.xbus 对不对 然后当前节点下 DIV class ad class 等于 它 对不对 它下面的什么呢 a标签下面的em标签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a标签下面的em标签 是不是 然后下面的文本 对不对 文本的text extract first 对吧 这个文本两边绝对有空格 对不对 是不是觉得有空格啊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办呀 strip 对不对 这样strip之后 我们再看什么呢 就取到了名字 取到名字之后 我们还可以取什么呀 取作者 作者在哪呢 作者是不是在这个里面呀 大家看一下 这个p-name下面一个span标签 span标签下面是不是a标签 a标签里面的内容 是不是就我们的名字呀 那么有没有可能他有多个作者了 对不对 是不是有可能呀 当前只有一个作者 那么如果有多个作者该怎么办呢 我们得看一下找找有多个作者书 那这个红颜 几个作者呀 红颜就一个作者啊 p-p什么呀 p-book detail对吧 p-name span 诶 这里有两个作者 看到吗 我看一下这两个作者 他的位置 他是不是在这样一个span下面啊 span下面是两个a对不对 所以我们只要取这个span class的authortype1 是不是就好了呀 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用extract 还是extract first的呀 是不是只能用extract的呀 因为他有两个作者 我们必须得都取到 book author 对于ne.xpass 等于当前的下 杠杠span标签对不对 然后rclass等于它 下面的什么呢 a标签对不对 的文本对吧 extract 是不是这样子取到了呀 那么再取什么呢 再取一下出版社 出版社呢 在这个p-bi-store下面 对不对 p-bi-store 我们搜一下有没有 发现是不是也有的呀 所以我们直接取alt title 或者text也是可以的 这也是个span标签 等于ne.xpass 等于什么呢 当前的杠杠span r的class 等于它 它下面什么呢 它下面的a的title 对不对 t-i-t-l-e extract是不是啊 出版社是不是不能有两个呀 那还有什么呢 还出版日期 出版日期在哪呢 是不是p-bi-date里面啊 看一下p-bi-date 直接取 他们也是date t-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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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这个日期两边肯定是有空格的 看见这个样子吗 写错了吗 extract first 对吧 那也是一样 对不对 那么这拿到价格了 拿到日期了 还可以拿什么呢 价格对不对 价格在哪呢 我们不清楚在哪 我们就搜一下 搜一下21.9对不对 20 21.9 来看一下 这里是有没有很多21.9名 这个地方有 这个地方也有 这个地方也有 对不对 然后看一下第二本 这19.05对不对 这19.05 是不是应该选看它呀 第三本33.80 33.80 是不是应该看这个URL地址 这个URL地址是P.3.cn 那我们在这里写一下 P.3.cn 是不是就是这个地址 看见了吗 价格是不是在这里 对应的 我们看一下的P.3. 你们是不是有这样 29条地址呀 29条数据 对不对 这数据里面呢 看下这是价格 有个ID 有OP 对不对 OP里面好像就是当前这个价格 我们看一下URL地址 URL地址在这个位置 一看那个URL地址 我们需要怎么做呀 需要怎么做这个URL地址 是不是URL地址 简满了 用地址有百分号 对不对 看着非常麻烦 URL地址 写满 解一下嘛 我们看到这里面 是不是有个call bug 我们尼码知道 它是可以不要了 对不对 可以删掉 那么看到这里面呢 前面这有一堆数据 那后面呢 这堆SQ SQ 都是有多少隔开了 对不对 SQ UIDS 是不是在哪见过呀 这个SQ在哪见过吗 是不是在哪见过呀 还记得吗 SQ 在哪见过呀 这是不是SQ啊 DATA SQ 看到吗 11297867 11297867 是不是就是它呀 每一本书 它都上有个自己的SQ 这个SQ是个商品电话 对不对 是不是上面的编号啊 拿过来了 然后后面呢 这里也有一堆数据 这个数据好像 很大部分的都没有值 对不对 是不是都没有值呀 所以后面这些数据 往往是可能可以不要的 咱们不清楚 我们先去拿它请求一遍 数据这个样子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但是后面这些数据 可能没有什么暖用 我们把它删掉 是不是也是可以拿到的呀 前面这堆字幕串 是不是也是没有什么用的呢 也把它删掉 它也是可以拿到的 对不对 那看见当前有这么多数据 对不对 我们其实往往可能只需要 获取一本书的价格 对吧 每本书我们要获取它 获取它的价格 我来看一下 这一本书的价格 是不是拿到的呀 结果是不是一个 JSEN的列表呀 列表里面 是不是这样一个字典呀 所以说这是价格的 这样价格的 这样的U2地址 对不对 刚刚在这个地方 我们把该两样都拿了 除了价格没有拿到 那么下面我们是应该 构造价格的U2地址的呀 构造价格的U2地址之后 首先呢 我们应该找到什么呀 是不是BookSQ呀 这个值呀 这个值在哪呢 还记得吗 在哪啊 是不是当前这个力标签 下面的DIV就是呀 当前这个力标签下面 第一个DIV 它里面就一个DIV 对不对 刚刚说了 就一个DIV 里面有一个DataSQ 取它的结果是不是就是这个值呀 直接把它取到 当前点一下 DIV 是不是 at DataSQ 是不是取到了呀 是不是呀 这样一个Trad first 是不是拿到了呀 拿到之后呢 我们应该够到请求了 请求什么呢 sqrp dataR request 或者是价格 对不对 那价格怎么获取的呀 是不是这个 是不是这个U2地址 把SQ给拼接上去就好了呀 SQ是不是在这个位置呀 是不是在format呀 是不是这个样子 format这个值对不对 放上 放到这 这个U2地址是不是就完整的呀 U2地址之后再干什么呀 来个hold bug对不对 我们叫sev.parse book press 那么还是给它一个meta对不对 meta等于什么呢 item item字笔 那么刚刚我们说了 这是所有的出来 共有一个大item 那么需要怎么做呀 from copy 是不是要impro的deep copy呀 那么在哪个位置要用呀 是不是这个位置要用呀 然后下次forging循环和当前这一次forging循环的 只能不相互影响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需要来用一下对不对 deep copy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有deep copy之后呢 对应到我们就会发送的关系这个价格的请求了 那价格请求这个地方也需要注意了 这个域名 p.30cn 和这个域名是不是不一样呀 那所以这个域名是不是要得加进去呀 才能请求成功对不对 不然这个价格这个URG是不请求不成功呀 能明白吗 这个地方 那对应在这地方还需要定一个plus book detail plus book price这样一个方法 那么对应就是response对不对 那首先也是一样的取一下mata 就是response.mata 然后取你们的item对不对 那取到之后呢 我们可以往里添加一个键叫book price 这个book price怎么取呀 它是不是一个阶层呀 阶层出去怎么取呀 是不是import一下阶层就好了呀 import阶层对不对 然后阶层nose一下 就完事了嘛 对不对 阶层nose 诶是什么呢 response是什么呀 点玻璃点 deco的对吧 这是个列表 里边取第0个对不对 然后取什么呀 是不是取op呀 刚刚说的 是不是取op就是它当下的这个价格呀 当然我们看一下这个m不就是它的原价 对不对 我们要的话也可以取到 对不对 当下我们取op就完事了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打印一下什么呢 打印一下我们这个item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都拿到了 打印一下item 但是这里呢 我们是不是还没有写完呀 这个列表页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得翻页呀 这个地方 列表页翻页 翻页怎么翻呢 我们是不是得先找下U2地址呀 U2地址是不是在这个位置的呀 在这个位置对不对 选择工具选择一下 这里面是不是有个class云pnext的呀 看到吗 看到工具 这是不是有个pnext的呀 对的U2地址想的地方有吗 我们来确定一下 有没有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U2地址的响应 我们发现是不是也有的呀 只不过什么呢 只不过这个U2地址并不完整 对不对 是不是不完整呀 我们需要把U2地址補充完整对吧 那怎么补充完整呢 是不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U2 join 也可以手中添加呀 那首先我们得把它取出来对不对 那最后一页会有这个class吗 我不确定 我们去最后一页看一下 最后一页 在这个位置 我们在这个animes来搜一下pnext的 是不是我们发现搜不到呀 animes里面吃不到 leadwork里面估计也吃不到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它来确定周围的U2地址呀 那么next U2等于什么呢 等于response的xpass 取其中的-a 然后呢 addclass等于它 对不对 是不是addherf呀 extract first 对不对 然后之后该怎么办呀 判断ifnext的U2 is not none 对不对 那不为nand的时候该怎么办呀 首先我们是把U2地址拼接完整呀 拼接完整我们再来用一下这个方法 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方法给掌握到 imput了urneb 那方法是什么呢 next的urneb 等于urneb.parse.urjoin 对不对 终于什么呢 response.ur 对不对 和当前的next的ur 对吧 是不是现在urge有了呀 这个时候该要的一个请求了 scribe it.rrequest 对不对 ur地址就是next的ur 下的ur地址对吧 有的ur地址还需要给它一个callback callback是什么呀 当前它自己对不对 serve a possibleness 对吧 那么还有meta 也得传对不对 等于什么样 也是直接写item就好了 对不对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前面 使用寄付copy 这里呢 使用response.meta的item 都可以的 这样是不是把这个翻页 是不是写好了呀 这个翻页内容和之前 我们苏林医科的爬通也是一样的 直接来看看我们成绩呢 和之前爬通 成绩的都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可以 为了改写成我们之前的 这样一个分布式 不是分布式 这种持久化的爬通效果 或者尽量是爬通效果 我们还需要怎么办呀 是不是在setting里面 把这个四行加进去 那么在setting里面 把它加进去就好了 非常简单 就可以把这样一个 scrappy的spider呢 改成我们的 基于scrappy redis的 这样一个持久化的爬通了 加进去 这一行有了 那么对呢 我们把它的user agent 给改一改 改成什么呢 改成一个规范的user agent 把这里改成规范的user agent 把这里改成规范的user agent 然后呢 我们把它的 这地方也给改了 写成force对吧 这样是不是就好了呀 那么对呢 我们把我们的release里面 出去给清空一下先 然后呢 我们scrappy 跑一下程序 跑的方式呢 和之前一样 craw加上我们的爬通名 就gd对不对 报的错了对吧 报的错报的什么呢 lx38行写错了对不对 这写了一个ne 应该写错了对吧 那么先把这个地方的 flash一下 38行 38行这个地方对不对 拨了一个x 拨了一个x 哪个地方呢 tract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我看一下 好像就这个地方 还有哪个地方呀 跑一下先 我们看到302的时候呢 我们的scrappy script release 都能够帮助我们实验 这种重力下 我看到现在是不是有数据了呀 除了这个book image 不完整之外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image给它补充完整一下呀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不可emage为难 前面我刚刚看到不是有不可emage的对不对 为什么这个地方不可emage为难的呢 为什么呢 是不是有的页面它的图片的Ur地址不一样呀 是不是有什么可能呀 我们去看一下 为什么这个地方 它的 伪难值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Ur地址 这个书的名字呢 叫做什么呢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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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6 对不对 这咋是这样的地址呢 那我可以反爬了 还有这样的书对不对 交易5交易6 估计真的被反爬了对不对 确实有交易6 对吧 在这个地方对不对 看见吗 我们看一下它网站员嘛 我们搜一下交易6这本书 看看价格是什么样子的 看一下图片是什么样子的 交易6 在这个地方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图片是不是在这里啊 DataLazyMg 并不是之前那个Src的对不对 发现了吗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需要给它做一些判断 if它为Nine 是不是 判断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它应该等于什么样 是不是这个地方 src要改成DataLazyMg 可能这样就好了 对不对 那当然这个图片这个地方 我们还得把它补充完整 对吧 不要补充完整啊 它少一个htps加冒号 对不对 htps冒号 我们就把htps冒号 给它补充上去 加上它自己 对不对 什么时候能加呀 if它 is not else else就是Nine 对不对 这样跑了之后呢 我们再去把这个variance清空一下 终于跑一遍 我们看到这个数据是不是都有了呀 是不是都有了 对吧 包括img也有了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release里面的内容 case sr 是不是有这样两个内容呀 一个带爬起的乳块对象 一个已经爬过的乳块对象指纹 对吧 这个时候我们重新启动一遍这个程序 我们看一下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看到效果了吗 立马就出来结果了 正常情况下我们第一次启动 它是会等很久才会出来结果了 对不对 是不是302好多次呀 但是在这个地方呢 它立马就出来结果了 说明什么呢 说明它是确实接着上次的程序呢 接着往后跑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相当于可以干什么呢 相当于通过sql release 在serion中加上这样四行 就能够实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就能够实现这样一个尽量式爬中的效果 之前爬过的就不会再爬 而且能够实现一个断点续爬的这样的效果 之前在哪停止的 就接着那个地方接着往后爬 是不是这样子呀 这个效果呢 我们就不太演示了 也非常简单对不对 就加上这个四行 那么带爬本身的话呢 和我们之前苏林一购的爬上 没有太多的区别 苏林一购在那个翻页的地方呢 是比这个地方还要复杂的 对不对 我们这里直接找到122G的对象里面 我们直接请求就完事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拿到这个价格 可能有的同学想 还想拿什么呢 还想去拿一下这里面的这样一个 这个 这个 评价对不对 有可能想去拿一下这个评价 评价内容呢 其实比如说这里面也是有的 我们可以点开一个 来看一下评价在哪个位置 这电影大家看过吗 这个翻开什么电影 电影也不好看 千万不要去看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是不是有评价呀 有40万家的评价 如果大家想划这个评价可怎么查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也可以在那里搜 对不对 我们说搜中文可能搜不到 那么可以搜一下英文加数字 对不对 搜一下这个2017-09 不是7 对不对 -09 我们搜一下 这地方是不是搜到了 我们看到这里有个GS 对不对 这应该是天面 我们看这个GS GS在哪呢 冬夜魁梧 冬夜魁梧 对吧 不错了 我们在这个地方看一下 这个地方内容好像有点多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看一下它的搜一下 那我怎么搜一下这个URG 对吧 它在product page comments里面 对不对 搜一下啊 product page comments 是不是这个地方啊 看一下它的preview 我们看到这里有个comments 对不对 还有一个hollow comments 对吧 精彩书屏 还有个书屏 我们看到这里有9条 这个评价是9条吗 10条对吧 10条好像是10条 可以数一下 等一下再数 我们先看一下内容先 这是第一个评价 我们看一下内容是不是一样的哈 买了一堆书 后不期待的想看 先看的解忧杂货链 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啊 然后这个地方对应的位置 还有什么呢 还有图片看见吧 图片是不是在这也有的呀 这里一共有8张图片 123456789 9张图片 对不对 0.589张 这个记者是这个样子对不对 说明什么呀 说明是不是都在这了呀 当前这个地方呢 这个URG记者是什么样子呢 这个URG记者 看一下是什么样子 是不是product的ID 这ID是什么ID啊 是不是这本书的ID 看到吗 是不是就这个呀 还有什么score type 这应该是盘序的方式对不对 后面有一个配件 配件size 一共10张 所以刚刚出在10张是正常的 对不对 那配件呢第0页 第1页 第1页对不对 如果变成1肯定就第2页了对吧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 is shadow sq 这后面还有什么 call bug call bug 那个东西可以不要对不对 那不要的话呢 我们直接请求这个URG记者 我们看一下 到这个地方 看能不能请求成功 我们一个强的json 大家是不是有的呀 就是一个非常干净的json自补串 对不对 当然大家可以向来爬一下 我们看到这个图片在里面也是有的 对不对 也是有的哈 这些书能看完吗 就这么多 很强对不对 估计是可以看完哈 没日没夜的看 怎么看完 这个地方呢 大家看一下 如果大家想爬下这个评价的话呢 就可以通过这个找URG记者 就找到了 URG记者也非常好 规律也非常明显 对不对 所以是非常好爬的 但是呢这个地方 大家看到这一本书有40万个评价 如果大家想办法全部爬下来 估计得发很多请求 对吧 那这个时候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这个play size 最大能够一次性100个吗 对不对 你可以数一下 到时候拿到这样的列表 对不对 拿这个列表看一下 里面是不是有100个URG记者 有100个评价 如果可以试着更大的话 我们的请求次数 是不是可以更少一些啊 那不然的话 请求次数真的非常多 非常慢 对不对 这是关于评价的一个地方 大家想爬的话 也可以拿一下 那除了评价还有精彩书评 精彩的书评呢 这是什么呢 这相当于是网易的信息 应该都是可以拿到的 对不对 这是这个地方哈 关于评价这一块 大家可以先来尝试一下 那么刚刚所写的这个程序呢 我们就通过前面所学习的 scruby redis的gmoz这个案例呢 把它做了一些稍微的改变 所以就改变setting里面的部分 改变setting里面的部分呢 再加5行 就可以实现这样一个直线化 分布出来的效果了 那沉浸到这呢 就写完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又来回去